大愛新聞主播林明君 化身成為推速大使 與會民眾自身經歷有共鳴 吃素對方面在對我個人來講 真的是對身體的素質各方面 也改善很多 以前我也是什麼尿酸過高 還有什麼這個胆庫存過高 現在慢慢也這個控制下來 寒流來襲 但在關渡的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卻是人生鼎沸 三天有無償歲末祝福 鄰近的兩區區長都特別波容參加 我們在工部門來做相關的 這些為母夫的工作 但我們發覺 實際做比我們更多 所以我們來這邊 一直抱著感恩的心來學習 我們整個環保志工的一個回饋 其實心裡面滿感動的 感動的就是說 怎麼樣去發心 透過發心 再橫遲的來做 這個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就是說未來工部門在推動工作 恐怕要真心的發心 並橫遲的來做 2020年是此季環保三十 因此歲末祝福的主題環繞在此 立農國小校長也特來取經 希望小朋友養成習慣 珍惜我們生活周遭的這些自然的資源 然後重複再使用 我們希望有給他這樣的一個觀念 去年全球都陷入疫情的恐慌 大葬金帶領民眾省思也覺醒 看到此季過去在一年一到十二月份 在全球那麼多的一個災難裡面 永遠都能夠是第一時間到位的一個服務 我覺得非常的一個感動 民眾的感動化為實際行動 有的虔誠祈禱 有的倒下自己存滿的愛心 共同祝福新的一年全球都能平安 帶新聞 珍珍美志工 台北報導